哦,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,这是好多个完整的故事,每一个题是一个故事。 第六项数学,这一周的数学内容非常多。 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Jesse的小宇宙,我是Jesse,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公立学校二年级第五周所学习的内容。 我们还是一样分两部分介绍,首先来介绍一下美国公立学校正常收购的内容。 第二部分我们会介绍天赋计划项目Gifty Program学习的内容。 第五周第一个侧重点,他们学习了什么是主观,什么是客观,也就是什么是事实发生的,什么是头脑当中想象的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表格,左边是fact,比如说a ring gate tells how much precipitation has fallen,这个降雨表当中告诉我们降水有多少。 右边是opinion,也就是主观的意思,那a sunny day makes the temperature too hot,这就是主观,什么叫做too hot,这个很难定位。 但是告诉我们有多少降雨这个是事实客观的,再比如说a blizzard is a storm that brings strong winds and heavy snow,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。 blizzard就是一个大风暴,就是会有很多大风,然后会有降很多雪。 那右边opinion, thunder is too loud,雷声很大,所以他们学习了主观和客观。 在这个材料当中,他们学习的是bull frogs,这里有一个二维码,我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,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youtube国家地理,它有很详细的介绍内容,是一个documentary纪录片,讲解即兴是怎样,它会吃其他的动物,然后它有多大,它生活环境怎么样。 anyway,它是一个fact,nonfiction。 而这边反面呢,是一个fiction,也就是想象出来的一个故事,名字叫做the tree house,所以他们学习了什么是nonfiction,客观存在的事实,什么是fiction,主观想象的,或者是一个故事。 第二个色重点,他们学习了五官five sense,比如说sight,你要画出来的眼睛,然后可以看到花的美丽,这边是smell,鼻子,可以闻,它画了一个perfume,这里它写了一个perfume,可以闻到香水的味道。 嗯,但我觉得它画的可能像一个指甲油一样,哈哈,下面是taste,可以尝到,然后冰淇淋的味道,然后hear,听,听到什么呢?雷声,下雨的声音,然后touch,触摸,触摸到,哦,这它写了一个是nail,是一个钉子,所以你可以摸到钉子,会感觉很疼。 第三个次重点,他们学习了什么是past,过去,什么是present,现在,这边写的是past,过去使用的电话, 纳烛,然后笔,inkwell and quill,羽毛,来沾这个墨汁来写字,留声机,还有黑板和粉笔,这边是手机,cellphone,手机应该是放到这边,present,现在还在用的,比如说灯啊,纸笔啊,笔啊,ipad啊,应该把手机放到这儿。 他为什么会选择放到过去呢?是他觉得这种手机有按键的手机已经是过去式了,现在的手机应该都是像iphone那样没有按键的,所以他不应该放在这里。 第四个,他们学习了小故事,这一周的小故事名字叫The Salamander Room,通过这个故事当中他们学习了一些昆虫爬行动物,但它不是一个nonfiction,是一个故事,是一个fiction的东西,所以他们学习了一些词汇。 为了检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了这些词汇呢?那他需要把这个词汇画出来,可能他们不足以表达definition,不足以完整的讲述这个词的意思,但是他们至少可以画出来。 这里是boulder,boulder的意思就是大石头,所以他画了一个大石头,这里是太阳。 然后multiply就是他写的意思是to increase,变得越来越多,所以这是应该是小动物变得越来越多。 然后下面sail,表示to move smoothly,航行,所以他画了一个船,在西洋下面,这是海洋,这是天空,这是船,下面是西洋。 接下来furn,蕨类植物,hoot,是指猫头鹰的叫声。 最后一个roost,to sleep,小鸟你要睡觉。 再来就是很正经的学习词汇了,这边是单词,这边是definition,你要把单词贴到相应的definition的地方。 第五,听力的练习,在他们的英文课当中是有专门锻炼听力的,比如说老师讲一个故事,那你要做什么呢? 你把这个故事画下来,那这一周的故事呢,老师就是画在这儿,老师先讲一部分,开始怎么样,中间过程怎么样,然后再经过什么样事情,最后结尾是什么。 一个完整的故事,你要知道它的起因经过和结果,并且把它画出来,看看你是否理解。 那做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呢,老师就要考试了,丽丽回来他不是很开心,他觉得他考的不是很好。 我们来看,老师用很短的时间只念一遍,讲了一个故事,讲完之后你要把它故事的内容进行作答,其中呢,他觉得很不开心就是因为他错了两个题。 哦,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,这是好多个完整的故事,每一个题是一个故事,老师会讲一个故事,然后你做一个题,所以这是一个故事,这里是一个故事,这是一个故事,这里是一个故事。 那在第五个故事当中,他就错了,他觉得他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了,所以他做错了。 然后第六个故事,他也错了,他觉得他是对的,但实际上他是错了,你看,老师一共讲了六个故事,然后你要相应的把六个故事的答案写上,这个还是很考验你的听力的。 第六项数学,这一周的数学内容非常多,首先他们学习了一个新的内容,就是叙述,什么叫做叙述词呢,就是第几,第几个,比如说the first, the second,不是one, two, three,比如说the eighth,第八这样,他们还学习了百位的数数,他们学习的方法很有趣,这一个就代表着一百,所以这里有一百个小方块,所以一个flat就代表着一百个,那一个rod的一个数条就有十个小方块, 所以它代表着十ten,那这一个cube代表着是one,所以通过这个你来数一数,这有多少个,五个flat,所以就是五百,就有五个rod,所以就有五十,这里有多少个cube呢,有九个小方块,所以就是九,所以就是五百五十九,他们是这样子算的。 迅速词的练习,the turkey is, the turkey在这里,火鸡,火鸡是第七位,所以是seventh,所以通过这个他们练习,迅速词,学习了比较大小, 248和242哪一个大呀,如果248大呢,所以这个鳄鱼的口应该是吃这个多的,所以它应该是这样, 从而引出了我们所学习的大鱼,如果鳄鱼的嘴朝着那边,所以它就是一个小鱼,用一个鳄鱼来引出大鱼和小鱼这个概念, 他们还复习了加法和减法,在这一周他们还进行了数学测验,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考试题。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美国天赋计划项目gifted program学习的内容,在前面的四周,前面四个月, 我一次的给大家介绍了他们的头脑风暴,从第五周开始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他们学习了找规律这样的一些概念, 我们举个例子啊,trepezoid,s to,trepezoid,这两个点就代表as,相当于什么呢,相当于一个circle,s to,这里让你填, 填的这个规律就是应该填它的名称,所以circle,这个什么规律呢,这是图形和名称的规律, 那第二个,我们来看这里有两个小方块,相当于这里有个eight,它可能是有八个角或者八个side,边, 那相对应的,这边两个三角形,那它是什么规律呢,所以这里是八个角,eight,那这里应该是六个角, 所以这里应该写six,所以它的规律就是corners and name,那再比如说这个是哪一个手啊, 右手写right,这是哪一个手,左手写的是left,这里,这里你会发现它的规律它是什么呢, 这里是四,哦,我们会发现它都有四条边可能或者四个角,那这四个图形里面是相对应的是什么呢, 那这里应该写的是three,因为它都是有三条边或者都是有三个角,这就是它的规律, 这一周的gifted program,训练学生找规律, 以上就是公立学校二年级第五周学习的内容,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, 请帮我点赞订阅并分享,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成长, 这里是Jesse的小宇宙,我是Jesse,我们下次见咯,不要忘记点赞咯, 点赞对我很重要,请大家帮我点赞。